杰芳老师 这个威友啊 威云霞 他问 说用木耳啊 我怎么做能降血糖 木耳里有很高的木耳多糖 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 尤其这个木耳多糖 它有非常好的降糖的做 这个是日常降糖保健的好菜 你要说做呢 山药炒木耳 山药里有鼠玉豆干 有多巴胺 有盐酸山药干 和多种氨基酸 这个多巴胺和鼠玉豆干 有明显的降糖的作用 能够抗肾上腺素和葡萄糖 引起的血糖升高 至于做法就简单了 一般来讲有一道菜的话 半斤山药就够了 黑木耳干的有这么大 这些就能泡一大碗 二十个就足够足够了 再准备点青红椒 准备点蒜头 准备半根胡萝卜 材料准备好之后呢 做法应该都知道 黑木耳得先发 发完这四小朵 胡萝卜 我不知道莫法你做的时候 愿不愿意去皮 我是愿意去皮 我也去皮 然后蒜呢 我不知道你是切片还是切末 我是切末 我也切末 山药呢 那东西啊 在洗的大皮的时候 把它容易刺激手 我都戴个手套 切好了可水里泡着 不然就黑了 然后呢 切块也行 切片也行 起锅烧水 水开了 山药下去 焯一遍 焯到什么呢 半透明状态 然后把水沥干 放一边放着 胡萝卜 也得焯 焯个半熟就可以了 然后也是放一边 然后就下锅炒了 起热油 蒜鲜下去 香味一出来 鲜一下胡萝卜 知道吗 然后下黑沫和山药 这个时候要快啊 啪啪掂起来 速度快 然后加点盐 就可以出锅 扒了几下就行 来看一下一位朋友啊 叫大明 他说最近在吃这个 安糖的营养补充剂 然后呢 也在吃一些这营养菜 什么呢 羊蝎子汤什么的 补肾的营养菜 以前呢 说自己这个膝盖疼 说现在膝盖不疼了 就说呀 我这是 喝汤喝的呀 还是吃安糖吃的 那肯定是吃安糖吃的呀 你要是喝羊蝎子汤 能有这效果吗 它不可能这么快呀 这个羊蝎子火锅炼 那不就变成中医馆了吗 对 对不对 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啊 安糖是能够 直接修复软骨的东西 它能够 让那些已经在生锅当中 磨薄的 磨粗糙的软骨 恢复正常 当然 剂量 时间 时机 都很重要 但是它有这个能力 怎么用 那是医生的事 对吧 它能够让你受损的 软骨变得更加光滑 这样 关节和关节之间的摩擦系数就小了 我们的正常关节的生理功能和运动功能就恢复了 而且更重要的一条 人关节里的那个润滑液液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润滑液 关节腔里如果没有这个润滑液 我们的半月板 我们的软骨会迅速萎缩 为什么 因为这些组织是没有血管 完全靠润滑液提供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营养补充剂买得好 它还能够有清解关节腔的作用 所以安糖又叫关节腔的轻道服 它能够抑制非特性因子和有害酶 提高关节免疫功能 所以在临床上 安糖用于各个层面的退行性骨关节疾病的康复治疗和保养 通过口腔安糖 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预防骨关节疾病发生的 另外这朋友啊 我建议您呢 就是抽空去看看尿酸吧 这天天喝这个阳蟹小汤喝的 是不是 票灵多高那东西 如果想补肾 我建议这位大名 你吃银阳护安糖 银阳护安糖又补肾阳 还能强筋骨去风食 筋骨微软风湿避痛 麻木居栏都可以用 现在医学研究已经发现 营养货能够显著的促进 橙骨细胞增值 提高其蛋白含量和碱性磷酸酶的活性 营养货是众多中药影片当中 补肾甜髓功效最好的一位 安糖里加了中药营养货 比菜里加营养货 那有价值得多呀 我们在补充软骨的同时 又补充了肾阳 肾煮骨生髓 这个肾煮骨生髓 它不仅仅煮硬骨 软骨它也管 所以中医认为 把肾补好了 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骨病